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招牌主题是 他想起你的感受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这个人目前每张想起你是什么感受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 最近这个人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拍卡来看 非常感到平衡哦 他觉得跟你之间 付出与接受都得到平衡的 非常丰盛的一份感情哦 他好关心你哦 他整颗心向着你 对你就是那么的柔情密意起来 他好想要推动这份感情哦 他现在满满动力的 很想向你表达他的热情 给选到第一组 他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 首先以主题拍卡来看呢 他觉得这份感情就是他要的 就是令他感到很满意的 付出与接受都得到了平衡哦 他觉得跟你就是门当户 对一切都那么契合 然后他好关心你哦 对你的事情他都很敏感 很在乎你好想更懂你 很想要就是采取行动 主动一点的去表达他 对你的热情哦 更多的去拥抱 或者接吻之类的这种举动哦 康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一组 所以给人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 他坐不住了 很想冲向你 去把他心里的话说给你听 你就是他的开心果 想起你呢 他心花怒放起来 他好在乎你的感受 希望你过得安好哦 你过得开心哦 他希望他做的一切 都是带给你满意的 他做什么事情都想到你哦 这个人他就是觉得 你完整了他的生命 有你 他变得完整起来 但同时呢 他又有一点不安 因为一切可能太美好了 不知道会不会只是一场梦呢 他被你是充满着 幻想的 他很清楚明白自己爱的就是你哦 就只有你一个 想跟你有更多 可以一起参加 一起经历的美好事情 想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 在你们之间 你像一朵花 是他很想呵护 保护 留在身边的一朵花 对你是真心流露的 就是真情意哦 可以选到第一组 他想起你的感受哦 他坐不住了 他想冲向你的 去告诉你他心底的话 你就是他的开心果 跟你在一起 无忧无虑 开心哦 所以你就带给他很多的快乐 他对你充满幻想哦 想到甜蜜的事情呢 都想跟你分享 都希望可以跟你 创造更多的 幸福喜悦的感觉 他很清楚自己爱的就是你哦 他已经完大了 他走不出来了 他现在 马脑子都是 希望你过得好哦 希望他做的一切呢 都是令你满意的 他呢 很迫不及待的 想跟你经历更多的事情 想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创造更多的回忆 他觉得你完整了 他的人生哦 现在他更有信心的看待未来 但同时他又有一点不安哦 他不知道 一切是不是只是一场梦呢 你对他 是不是也有爱呢 还是他的错觉呢 你像一朵花那样子哦 是他很想要抓在手里 不放的一朵花 对你是真心的 对你已经付出了真情感哦 看字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感谢你一直以来都是 带给他很多快乐的人哦 帮助他每一天都过得更好的 他还是忘不了 初次见面的那一刻 初次见面就对你身份颠倒了 他好担心你们之间 是否还有其他人呢 你心里是不是一心一意 只对着他的呢 他撒谎了 就是有时候 他可能对你报喜不报忧 或什么的 他有一些担忧 但他在你的面前 就是装无事 他可能吃醋了 也不会给你知道 现在你是怎么看他 是怎么想他的呢 他好珍惜你 他把你当成宝 多过你所认为的 他很喜欢跟你眼神对望的 那个深情对望的感觉 他知道你们之间 若有距离都是他的错 很快我们又会再见面的 不是吗 给选到第一主义字卡 来看他说 感谢你哦 首先他向你表达感恩 感激你 就是把他的每一天 变得更好了 有你呢 什么都变得更好了 他还是忘不了 初次见面的那一刻 就对你身份颠倒了 你给他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哦 你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 但现在他担心着 你心里是否住着其他人呢 你对他是否一心一意呢 很多时候他吃醋了 但是他装无事 他对你撒谎哦 不知道现在你是怎么看他的呢 你是否已经变心呢 他好珍惜你 他把你当成宝哦 虽然可能你表面看不出来 但他的心底是真的爱着你 深爱着你 很喜欢跟你有那个眼神 深情的眼神对望哦 他希望你全部注意力在他身上 他知道 若你们之间有距离 都是因为他的错 他愿意承认错误 并且去修改的 希望你不要离开大生气 他很快会再见面的不是吗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我选择高层意识 善解 自由和慈悲 你是可以做选择 去让你的心态 属于正面还是负面的能量哦 真爱里面没有真恨 在真爱里面就没有分对错 没有分爱恨 没有分好坏哦 在真爱里 再看 我常开心胸 接受快乐 和解决之道 不要在一个框框里面哦 常开心胸的 你就会见到一个问题 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章一起来看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聆听你内心的内心的那个音乐哦 它在指引着你哦 走向真正处于你的一条路 对你有意义的 带给你满足感的一条路 让自己可以顺其自然一点哦 不要为难自己了 一些控制不了的 就不要逼自己去控制了 再看 慎重的做你的选择 确保你做的选择 是可以带给你正面的 提升正面的能量 接着我们看这个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教皇的牌卡到来 就是可以多学习哦 一些自己不懂的事情呢 可以谦虚的去请教高人 请教他人的帮助 就是要请教呢 不是一个丢脸的事情哦 不止下问呢 再可以 就老套的说 也就有不止下问 才会变得更好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什么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身体健康 与对方感情也顺利健康的发展 长命百岁 长长久久 谢谢柔感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招来主题是 他想起你的感受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这个人最近每当想起你 是什么感受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 看他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 好了 这个余主题牌卡来看 他好想照顾你哦 好想待在你的身边 保护你 照顾你 他一直有在关注着你的变化 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他都有留意的 他觉得自己是悲哀的哦 能够拥有这么棒的一个你 是他几生修来的福气 无论如何呢 他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要为这份感情 勇敢 到底 争取到底 给选到第二组 他现在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呢 这个人已经非常深爱着你了 他好想要照顾你哦 待在你的身边 去给你保护 你的一切 他都有去留意的 哪怕只是小小的变化 他都有注意到 他觉得能够遇到 这么棒的一个你 觉得是自己的幸福 自己的幸运哦 几生修来的福气 你丰富了他的生命哦 你令他觉得自己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哦 所以这份感情真的很重要 他就是决定了 无论多艰难呢 他都要坚持的 去把握机会 跟你走到底 看塔罗怎么刷 也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他望向未来哦 他觉得你们有很多 还未完成的事情 他觉得你们的感情 不应该就这样子停止的 还有很多未完待续的事情 他好关心你哦 对应了主题拍卡 好想要照顾你 好想要更多的 能够待在你的身边 保护你 对你是满满热情的 他想起你呢 就有很多的 想要对你做的事情 你拯救了他 你释放了他 你帮助他见到 更产产发亮的一个世界 是你吩咐了他的生命 非常感恩有你哦 他想跟你稳定的走到长远的 想约你有一个未来 其实他知道他自己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 但他非常感动你对他的不离不弃 你实在太棒了 你太优秀了 很多时候他装成另一个人 装成你喜欢的样子 不是想骗你 他只是想要更好的 能够得到你的放心 希望你更爱他 他在学习中 他会慢慢的成为 真正你喜欢的样子 这份感情太重要了 他知道要在一起不容易 但他就是为你勇敢 可以选到第二主意 塔罗派卡来看 他想起你的感受 他觉得你们的感情 还有很多未完待续的事情 还有很多还未发做的事情哦 他有很多想对你做的事情 去照顾你 保护你 去疼爱你 宠爱你 他好关心你 好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哦 他非常感恩你为他做的一切 你拯救了他 你帮助他 见到这个世间 其实是美好的 是快乐的 他想要跟你为个未来哦 跟你打好基础的 去建立感情 他知道他自己不够好 有很多配不上你的地方 你实在太优秀了 你好棒 而他就算是高攀无奇 他也放不下这份感情 他只好对你戴着面具的 有时候他装成另一个人 就在你面前演戏 都是为了更好地 能够得到你的放心哦 希望你更爱他而已哦 他不是有意想欺瞒你 他还在学习中哦 他会慢慢地成为 你真正喜欢的样子的 这份感情太重要了 所以他无所不用其极 他要就是握着感情不放哦 他都明知道充满挑战 他还是不死心 还是想努力 看这个字卡来自对方的心上 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对方还有什么话想说 跟你在一起他可以做他自己哦 你是鼓励他很自由地 能够做他自己的人 你从来不给他约束 没有给他限制 你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表达给你知道呢 其他人一点都不重要哦 请你别再吃干处了 你相信他吗 请你相信他 他自己他知道也是会吃住 他也不想哦 他会为你改变这个坏习惯 他为你疯狂哦 他爱你爱到疯了 再看 他可以感应到你的泪水 他知道你的痛苦 你是他最在乎的人哦 你就是他的宗情人 他的愿望实现 愿望的达成 他对你的能力有信心 他知道你一定能够成功 可以选到第二组 以自卡雷看他说 感谢你就是可以让他自由地做他自己哦 你从来不给他限制约束的 很自然地可以跟你相处愉快 但你对他而言好重要 不知道你是否理解这一点呢 若你不清楚的话 他想借这个机会再强调多一次 你是非常重要的 其他人都不算什么 请你别再吃干醋了 他也知道他自己也情不自禁 有时也爱吃醋 他会为你改变的 请你相信他可以吗 他对你就是太爱了 就爱到疯了 才会做一些傻事哦 可能经常质疑你对他的爱 你们互相可能都有一直在吃彼此的醋吧 但是呢 他说 他可以理解你哦 他也希望你能够理解他 你的泪水 你的痛苦 他都能够感应的 因为你是他最在乎的人 你就是他的愿望 梦想的实现 你是他的梦中情人哦 他对你有信心 他知道有一天 你们俩的坏习惯都会被 戒掉 然后大家走向美好 大家都变得更好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喜悦的表达我们独一无二的创造力 大家都一样哦 有一样的空间 有一样的机会去表达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创造力 我常开心胸来迎接生命中的爱与丰盛 把你的心打开哦 去相信美好 你就会可以更好的去见到美好 迎接美好 有舍才有得 要努力哦 不是守住待兔这样子哦 看这个神区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有什么建议 好了你是在乎对方的那么就让对方知道吧 给对方知道你是在乎他的 分享一些 分享就是爱哦 你是有能力的去 退变成一个你喜欢的样子哦 活成你喜欢的样子 跟你所爱的人 或是连结吧 跟着你的热情走哦 你就是一个闪闪发亮的存在 看塔罗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出现的这一张牌卡是新币吧 用心的经营哦 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对方会见到你的付出 对方会知道你的心意 所以继续的努力哦 会一切会变得更好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收破妈妈的爱 要被妈妈正能量围绕的 祝你好运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照片的主题是 他想起你的感受 抽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这个人最近没当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 看他最近没当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非常渴望跟你靠近 跟你接近哦 你释放了他野性的一面 他相信你们之间是有缘分的 你就是他要找的真缘 只有你能够令他有这个 身份颠倒的感觉 他做了很多的反思反省 他想要为你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想改变他过去的坏习惯 他真的想要跟你创造美丽的未来哦 幸福的未来 给选到第三组 他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首先你足题牌卡来看 你释放了他野性的一面哦 他对你的反省反应好强 好想要更多的能够靠近你 接近你 去比较大他心中对你的热情 只有你有能力令他这么神魂颠倒 他相信他已经遇到了他的真爱 你们之间是真缘 他想为你变得更好哦 他一直有在反省哦 想变得更优秀 更配得上你 他想要努力的 跟你建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哦 他对你是认真投入了 感情哦 真感情 看塔罗怎么说 野权道第三组 这个人想起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好想跟你说说话 树说他心中对你的思念还有爱 他不管哦 就算有多大的障碍呢 他就是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了 就算你身边有人 也不会阻挡他向你前进 他就是那么的觉得你是与众不同的 你给他一种很莫名的倾泻感 你是属于他的 你们是属于彼此的 对你的朋友们反应好强啊 他坐不住了 好想冲向你把你紧紧的抱着 你就是他的阳光带给他温暖哦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只想跟你靠近 你的一切他都能够接受哦 包括你的缺点哦 甚至把你的缺点看成优点哦 为你改变了不少 他觉得他之所以会变得更好 都是因为你 你激发了他的上进心 对你的热情就是那么的一发不可收拾哦 他已经停不下来对你的爱恋的 他永远忘不了 跟你过去那些甜蜜美好的回忆哦 你们所创造的回忆 都会跟他一辈子 你是他的幸福哦 对你非常非常的满意 给选到第三主意 塔罗派卡来看 他想起你的感受哦 想起你的心欢怒放起来 他想去向你表达 冲向你去向你说 他对你的爱 想把他心底的话都说给你听 他现在已经失去理性了 就算你身边已经有人 他也是不想放弃这一段情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 只有你给他这种特别的感觉 你是与众不同的 他无时不刻的想接近靠近的一个人哦 你是属于他 你们是属于彼此 现在对你的分门反应好强哦 想活力十足地冲向你 去表达他的热情 把你静静地抱着 你是他的阳光 是他一直想接近靠近的人哦 你带给他好多的温暖 他呢已经就是 刚才说了是距离性嘛 就连你的缺点 他都看成优点哦 一直在不断地跟身边的人去 夸奖你哦 越说越开心哦 越说越忘形哦 他呢 为你改变了不少哦 脱你的福 他变得更上进了起来 因为你优秀 他想要成为更棒的自己 更强大的能够保护你 带给你温暖快乐幸福 他对你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哦 他忘不了过去 跟你每个点点滴滴 跟你的那些甜蜜回忆 他已经把你看成他的幸福了 想起你 他就满满的幸福 幸福的感觉 看字卡来自对方的心上 还有什么 对方还有什么要说呢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他还有什么话想告诉你呢 他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哦 你就是他最理想的类型 他一直想走向你 但你们之间可能有一些阻碍 那些偷偷摸摸摸摸的日子 他已经不想再经历了 想光明正大的跟你恋爱 他知道他自己是傻傻的 他就是喜欢逗你笑 在你面前当个小丑 晚上睡不着 然后失眠一直想着你哦 给选到第三组 以资格来看他说他要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哦 你就是他理想的梦中情人 他要找得对的人 他一直都想冲向你 但你们之间可能有一些阻碍哦 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让你明白 他就是无法自由地走向你 最近他都有在哭泣哦 为你而掉泪 晚上睡不着想着你哦 他忘不了你 他好想要见你 他永远只会爱你哦 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一起你哦 他想你了 这一种日子过得很难啊 我又不想再经历了 想跟你光明正大的去逛街 光明正大让大家见到你们就是一对 他知道他自己傻 他有时刻意地当个小丑 无所谓哦 就是最重要能够逗你快乐 逗你欢心哦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今天我 圣件款带自己 因此每天都融光焕发 对自己好 自己就会融光焕发 就会吸引更多好事哦 首先要对自己好 我愿意放下过往的伤痛 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 对啊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了 过去的伤痛就放下吧 我由衷的接纳每件事那都是我的一部分 接受本来的自己哦 是宇宙创造的自己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有什么建议 不用一直追求完美了 你已经足够好了 一切都已经刚刚好了 再看 就做你开心的事情哦 有什么能够令你荣光焕发的呢 去做带给你快乐的事情 你可以先照顾你自己哦 不是自私 但是你先把自己照顾好了 你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哦 接着我们看这个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宝剑手牌的到来 理清一下你面前的事情哦 再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法 先弄清楚情况哦 你的话会是一个保健哦 所以慎重的考虑 自己所要说的话 跟对方相处会更好哦 不要乱说话 伤到对方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与对方将来都是充满 愉悦开心 有趣好玩的事情可以发生哦 祝你幸福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 词赞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